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堂仰,还有澳洲的珍比斯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还有加拿大的鸭餐生 各位网友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则新鲜滚热辣的文章 就是来自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右报》所刊登 一位这么重要人物写的东西自然 都希望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再评论一下,好不好 一开手这个题目,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My trip to Europe is about America rallying the world democracy 即是说,今次我们欧洲之行,就是要团结世界上的民主国家 哇,你这么厉害,好了 接着他是这么说的,今个星期三,即是来近这个星期三 就将会飞到欧洲,是他担任总统以来 第一次出国,这一次将会见到很多美国的亲密民主伙伴 记住要是民主伙伴 包括七国集团和北约各国的欧盟领导人 红麦也会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这个全球这么不确定的时刻 世界也努力地应付这一次百年一遇的19病毒 而这次的旅程也实现了美国对我们的民主盟友的新承诺 展现民主国家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 无论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次的疫情 又或者要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 还有要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的有害的活动 美国都必须以实力来领导世界 from the possession of strength 又是这句话,真是这么好 由于美国的救援计划 令到我们在国内的疫苗战略有偏差 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幸好现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已经超过过去那四十年任何的时候 在我们政府头四个月里面 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比过去任何一届的总统都要多 他这样说好像有些特朗普的口吻 至于美国最近的经济增长得这么快 都是归功于因为去年差得太离谱了 所以一来一个反弹才增长得这么快 那好了,我继续讲一下 美国的工人和工资现在正在增加 而且美国的经济复苏 在推动着全球的经济 当其他,尤其是所有的民主国家 和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一起来到互相支持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更强大和更有说服力 美国的疫苗,先说一下 刚才他说过的话 他说到美国的疫苗接种策略 事实上,美国的疫苗接种策略 一开始是很快的 同时他也不会出口 目的都是先救了自己 他这个策略对美国是好的 但是就好像跟其他国家没什么关系 他又说到,如果是和民主国家一起合作 为什么他们有疫苗可以生产的时候 不和其他他们所说的民主国家一起分享呢 现在呢,即最近的消息 他们就真的开始分享了 不过,如果说到分享得多呢 你是远远不及中国 中国是几乎做两支 一支就送去外国 一支就本地用的 而且每一日 那个产量都是在提升的 美国那个产量 是不是没办法再提升呢? 还是呢? 有其他原因要保持疫苗呢? 不大量的送出去呢? 就算,现在就答应了会送 首批有八千万剂啦 要多久才送到去呢? 我是希望美国帮忙 就固自然好啦,是不是? 不过呢,他说到自己的 疫苗的策略这么厉害的 喂,其实都是很自私 都是先救了自己哦,是不是? 他没确实搞定自己 我都相信他不会这么快松 很明显一件事 目前现在实际的情况 就是美国那个接种的速度呢 就已经没有以前爬升的那么快 因为有很多人都始终死牛一变颈 不肯去接种 那美国都有出不同的招数的 尤其是在民间上面 又同样有接种有掌抽啊 或者有特价,买特价 就是这个情况就好像在香港的 就是商界呢 也都很鼓励别人去接种的 但是你始终有一帮人 在美国就是一帮死硬派 死都不肯接的 而这帮人呢 恐怕呢 将会是一个隐患啊 那好吧,我继续讲完他下一段先 今次我将会在每一站的行程里面的 去英国会和约翰逊 就是手上约翰逊会面 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有特殊的关系的 然后呢就会参加这个七国集团的首脑会议 讨讨论关于这个新冠疫情 再加上啊,我们同这些民主国家和经济体啊 已经是成两年没有亲自的见面了 所以啊,必须要拜会一下先的 还有啦,希望可以和那些盟友一齐 大家改善一下这个的卫生问题 和互相推动一下经济复生 这些都是我今次的 今次的旅程的首要的任务来的 啊,七国集团的财长呢 已经在之前已经做了一些承诺的啦 对于全球最低税率啊 我们将它顶到是最少15%的 从而呢,结束啊 因为有些企业呢 专利去一些税收低的地方 造成一些的竞争啦 再加上呢,我们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啊,又重新啊,担任成为主席啦 在这次呢,就有机会通过 全球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啊 在这一样东西呢,我极之有信心的 为揭制气候危机创造啊 更多的就业机会加 哈哈 喂,讲关于这个的 推动的全球清洁能源啦 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在里面啊 为什么呢? 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呢? 尤其是在生产,例如太阳能板啦 风力发电的风车业啦 在这一方面啊,这个领域啊 中国是做了以十年计的啦 而且整个产业生产是很成熟的啊 尤其是这样,那为什么呢? 不直接跟中国谈一下呢? 多进一些货呢? 那就可以直接就解决到这个气候危机啦 但是,拜登总统就不是这样啊 他是希望啊,我相信就是啊 推销他们的美国产品为主啊 哈哈哈哈 去欧洲推销美国的产品 是不是售不售售呢? 那这个就好看他们的品质 和他们的那个价钱啦 就是大货啦 他这次去欧洲的旅程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大货 他自己的政治议题都讲到明啦 阿米尼卡是回来啦 哈哈哈哈 跟着他是这样讲的 过去很多的磨练是对我们的民主国家之间的 竞争能力的考验 和我们保护人民的决心 免受一些不可预见的威胁的 因此呢,我们还会大力投资 在基础的设施上面的 世界上主要民主国家呢 将会为中国提高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替代方案的 以及升级一个根据弹性 以支持全球发展这个数字啦 也就是这个数码啦 物理啦 卫生等等的基础设施的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是会从根本上重新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 最近经常发生的勒索软件攻击啊 这些这样的漏洞啊 再加上一些入侵性的人工智能啊 是对我们的未来世界的一等威胁啦 世界各个的民主国家 现在必须啊 共同确保我们的价值观 可以持续地发展下去啊 而不是将一些利益给了那些独裁者啊 哈哈 他说到这里的独裁者呢 很明显啊 也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 俄罗斯做过些什么呢 俄罗斯没做过些什么的 只不过呢 他们就从开始啊 就指责那些的黑客 是来自俄罗斯的 向他们国家的一些的公司 一些的企业 甚至乎一些的 美国的政府机构 发出这些的勒索软件 就是勒索一些的金钱的 这一样东西呢 就讲了好幾个月的了 那么这个啊 第一个独裁者 在他们在他口中的独裁者啊 那么 另一个在他口中的独裁者 孜孜然然啊 又讲到中国啦 嗯 事实上呢 中国在人工智能那方面呢 和那些的监视器材呢 最近过去那个月啊 尤其是那些监视器材呢 曾经也都成为这个的 新闻头条的 说中国的监视器材啊 可以啊 监视啊 人民的一举一党 透过人工智能呢 令到 这两样的结合在一起呢 简直就是如如得水啊 商得益章啊 所以啊 中国这些独裁国家 发展这些高科技啊 是不对的 喂 大哥 事实上啊 在伦敦 在 英国 都有用 美国 你们都有用的啊 中国 在这方面 是有竞争优势 主要的优势 都是在 除了技术之外 和价廉物美而已嘛 你就说 说这个是威胁 你们自己其实都有用的 就是美国 对不对 就是拿来讲的 这一样东西也是 说人工智能 和一些监视器材 是世界威胁 如果我们看回中国 那个解决办法 就是透过一些监视器材 能够有效地制止罪案 也都因为这样啊 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大城市的犯罪率 是有效降低 也是多得这些科技不少的 犯罪率降低 人在走在街上 都感到心安理得 孜孜然然啊 每个人的人生自由 就得到保障 人生自由得到保障 就是彰显了有自由啦 相反 你看美国 但是啊 讲那些武器枪啊 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走走在街上 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间啊 种椒的 种莲纸巾的 这些是什么自由呢 我就很想问他了 这些是怎么 好了 接着呢 我就继续说完他的 那几段 他就这么说 我们在世界上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永远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来的 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奉会上 我会重新对美国第五条的坚定的承诺 并确保我们在联盟上面临一个挑战时能够保持强大的 包括一些关键基础战施和网络攻击的威胁 在布鲁塞尔期间我将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会面 讨论美国和欧洲如何密切协调全球的挑战 我们专注于确保民主国家的市场 而不是那些中国或者其他国家 制定这个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 我们也会追求建立一个完整、自由和和平的欧洲目标 所以我同时会在日内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到时我会和其他盟友和其他合作伙伴 通过美国以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高层领导讨论 重新建立一个联系、一个共同目标 我们会团结一致对付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挑战 那有什么呢?首先在护克兰的入侵 这个毫无疑问的 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民主价值观 这些东西和我们的利益是物不可分的 还有我之前和普京聊过电话 我一直都很直接和很清楚地跟他说 美国不是想寻求冲突 我只是想要一种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在战略上的稳定 和军备控制上的问题和俄罗斯合作 但是我们会用什么行动来开始呢? 希望从一些条约上可以大家互相延长 从而能够令我们美国人以至世界更加安全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对侵犯美国主权行为 事加一些后果 包括他们意思就是俄罗斯 他们干涉我们的民主选举 普京知道我一定会射他 当我们见面时我一定会射到他云 他会重提关于去年2020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长期有指责说俄罗斯有影响他们的选举工程 这个影响现在你就做了总统了 影响好还是坏呢? 事实上是否应该要由特朗普当选才合理呢? 所以我都不是太过理解得到 究竟他要讨论什么说法了 是不是? 但是由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现在暗示了普京我现在要跟你谈这些事情 你总之去到欧洲大家见面的时候 你就交功课了 不要怪我了 不要说我不做这个试题给你 普京呢 我们之前也有一节说过 他美国怎样怎样 到时候就会交个功课卷给他 大家很下台的算数 我相信这个是做法的 是啊 过去一直 美国一直都有指责来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 我相信他是美国的情报机构不是流的 我相信就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一些的证据 是有黑客来自俄罗斯的 不过黑客和俄罗斯政府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就从来都讲不完的 你可以是说他是一些犯罪分子 那些黑客某些黑客呢 就说明我们和政治毫无关系的 我们只是求财的 快点磅水吧 就是有些这样的黑客的 事实上 那是不是全部都和政府无关呢? 那这一件事呢 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会 怎样 就算你是真是无关 都要俄罗斯政府执法 要俄罗斯政府负责 你是交人出来 要是你判他有罪 要是抓他出来 是不是? 就是他拿得给普京来谈呢 就真是掌握了一些证据才行的 有时很多东西呢 说话就要有朋友他才行的 他这么强调 这么多次强调呢 我相信他都会拿出来的 那最后还有一段很小段的说完他 那接着他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来的 民主国家能不能够团结一起 在现在这个信息万变的世界中 为我们人民会带来一些什么的成果呢? 塑造出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民主国家 能不能够抵御未来潜在的对手呢? 我相信肯定可以的 今个星期在欧洲 我们就会证明给大家看的了 他今次的行程呢 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固定他的传统盟友 一来二来就是要统一整个的战线 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 无论俄罗斯或者中国怎么解释都好 他们是要视之为一个非常之 即都可以说是近乎敌对的态度的了 是这样如果统一到战线 就对美国固自然好了 但问题是他有没有考虑到欧洲本身的利益呢? 欧洲很明显的 他和美国的立场就有些分别的 欧洲是需要和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供应天然气 欧洲才有洁净能源使用 至于和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关系 没理由走到今时今日要放弃的 事实上目前欧洲和中国 就有些不是很投机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都是多得的 美国可以说是施压 可以说是施压 或者是他们的要求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洲是否愿意放弃了他们的利益 而完全和美国站队呢? 我个人认为是机会是不大的 不过他们能不能够谈得成一个好丢回来呢? 这个都不是说没有可能的 好了,关于拜登总统的社论就说完了 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讲其他的话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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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